孙家倒了 梁家斗了上千年 还是我们唐家笑到了最后 孙荣要和那个唐二旦签订血肉文书了 孙荣孙家什么都没有 但我还有孙家的供风精神 你居然还在乎九太怎么想 别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 sorry啊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